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三位ITC讀TED的舊身 和大家分享一下他們讀技術時的經歷和心得 之後我們也會有一個Q&A的Session 大家可以隨意在Chatbox發問 除了三位同學會在現場回答大家的問題之外 我們的Discipline Leader和Program Leader 也會在線上解答大家的問題 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他們三位 首先三位可以自我介紹一下 可以說一下你們的名字和哪一年畢業 現在正在工作或是在進修呢 可以由左邊開始 大家好,我叫Carmen 我今年2020年畢業 我現在正在做製造紙繩 好,大家好,我叫Jeff 我是2019年畢業 我現在正在ITC工作研究員 大家好,我叫Margo 我是2017年畢業 我這幾年做的都是R&D 即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我想問一下三位當初 為何會選擇這個特別性 以及你們在這個特別性 中學到甚麼技術或技術 初初我選擇 其實是經過一年畢業 是很適合地學習的 所以在一年畢業的時候 就覺得 其實比起那件衣服 如何設計 即是圖圖 如何畫 我比較想知道 那塊布是如何製造出來 為何那塊布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而其他布做不到 所以我選擇了一種技術 所以我選擇了一種技術 至於學到甚麼 其實正如我剛才所說 學到那塊布的構造 即是為何它會有這個效果 各種技術 即是一些不同的年畢業 其實就是由那條毛 如何製造出來 到最後那塊布 如何製造出來 甚至是衣服如何製造出來 其實也有學到的 我當初選擇ITC 因為我中學的時候 就有師兄師姐去學校 講關於ITC的一些事情 最初我認識ITC 可能只有設計 但他們分享了 其實除了設計之外 亦可以玩很多東西 例如Colorations 即播 車野等等 當初聽完之後 我覺得ITC挺有趣 所以我就選擇了ITC 然後進來之後 正如剛才所說 就有一些粉底課去讀 讀完之後我發現 原來技術設計的東西 也挺多 例如如何由一個紫膠 去到一個紫膠製造 去製造一件衣服 所以最後我就選擇了技術 在當初我學到什麼 我除了學到關於機械的知識 或者一些材料 亦給了我很多機會 例如我年3月的時候 去了一個交易課程 在交易課程中 除了跟其他外國人接觸之外 亦可以接觸很多新的技術 例如 containing手術 Tem pigeons thee呢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畫漫畫 由我最初選擇ITC 其實我有想過讀時裝設計 但是它突然推出一個技術 所以我就挑選了 其實我在 DSC之前 我 bond開аче科 我是考慑挑選擇 或是選藝圈 因為我自己喜歡畫漫畫 但漫畫不屬於藝術的其中一部份 但反而我對科學有個興趣 所以我最後在DSE的時候就讀了攝影 到現在,不是現在的 之前選擇科學的時候 就好像這個形式在想 在想選擇時裝設計好 還是選擇技術好呢 首先技術的優勢是 但我有鏡頭 而且我覺得踢這件事 我喜歡做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最重要是做到對世界有貢獻的東西出來 就最好了 但時裝設計我不是不喜歡 但我喜歡畫漫畫 我喜歡做一個新的角色 但只是一個故事裏面 但不是說我真的要做一個很出名的時裝設計 把自己的作品全世界都要認識 我又不是想做這件事 所以最後選擇的時候 我就選擇了做技術 但選擇了技術 也不代表你不能讀時裝設計 因為我以前有一個 Elective的課程 你自己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其他的特別性 所以你讀技術 就不代表你一定要放棄 接觸不到時裝設計 也不代表 至於技術能讀到什麼 剛剛兩位都很詳細地說出來 我再簡單地說 其實都分為三類的東西 都是課程 就是學一條無砂 如何造成一件衣服 第二件事可能涉及鏡頭的 就是單型 即是說你的衣服有些色彩在上面 可能有些藥物的構圖 究竟它是怎樣形成的 第三件事就是測試 等於像我剛才所說 想做一件全新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某些標準 這個世界才會用你的產品 所以這幾件事我覺得有趣 所以技術不是一樣悶的東西 相信很多同學都很有興趣 其實讀TED的上課模式是怎樣 是否要經常做LAP Carmen可否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是怎樣的呢 其實技術和大部份科學都一樣 主要分為兩部分 就是理論和實踐 也只是說廢話 理論就是… 理論就是… 正如Marco所說 你的毛如何變成硬 如何變成衣服 如何變成衣服 這些是在理論上要學的 但實際上如何操作呢 不是說你看完那些項目 你就知道 每個人都神童了 對吧 所以一定要經過LAP 甚至是SITE VISIT 或FUEL TRIP 去學習有些手上經驗 如何做出來的 就像我那時 有些拆拆機器 要自己拆掉那塊布 或者是有些設計軟件 如何選擇不同的環境 去透過不同的環境 變成一塊特別的布 就是這樣 我想問一下Jeff 你覺得畢業後 其實在ITC讀TED 學到的知識或技能 有否令你比其他人更有優勢呢 也有的 因為我畢業後就做研究 研究當中 也要懂得一些 Fiber或物料的知識 如果我們當初在ITC 沒有學習這些知識 其實基本上很難去上手 其次就是去做這一類型的研究 其次就是我在研究中 在研究中要用一些機器 例如研究機器 其實這些我在ITC的時候 也有讀過 如果我當初在ITC 沒有讀這些技能 基本上可能我現在做研究 是掌握不了 甚至可能要花一段很長的時間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出來 所以其實這件事也有優勢 Margo剛才也有提到 有幾年的工作經驗 那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讀完TED畢業後 的職業道是怎樣的呢 那有沒有一些研究的項目 或者R&D的一些經驗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掌握了 別說了那麼多年 好像很老 哈哈 掌握了一段時間 就有在Poly自己 在ITC做過研究的項目 就知道了 這間大學的重點想研發些什麼 也是對世界有用的東西 那我有一年 外面的R&D工作經驗 就是… 找一個懂得測試家文的人去幫助他們 所以那時候 有些老師幫助 就轉到這間公司工作 也認識了很多東西 我自己叫做家文出來 即是出身 你會和不同的地方的人合作 譬如有不同的PhD同事 他們的底部可能是材質的 不同的場處 就合在一起 你就可以做到一件全新的事 是挺有趣的 對 然後我最後也是… 不過我覺得 因為出去工作 所以 自己出身的高級 好像不太足夠 因為別人浸了做PhD那幾年 真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我覺得如果繼續 去研究這條路 最好也是讀上去更好 但我自己的職業路 其實有兩條一起走 剛才說我很喜歡畫漫畫 在這幾年慢慢存在 除了入口工作外 我晚上也有畫漫畫 我今年出了一本漫畫書 所以我覺得 你說來讀技術 是否出來 一定要做一個很科學的科學家 你又不是 你看看自己 當然我覺得 從DSE之前選擇CAM開始 我是喜歡這件事 但我那一刻 好像鏡頭背後的你 你是不是真的 在這一刻想做一個科學家 我覺得你未必現在要決定 只不過你喜歡做的話 你就去做 而且入到大學這幾年 就不要浪費時間 怎麼說呢 不是浪費時間 當然你要享受大學的生活 因為我知道DSE考試是很辛苦的 考試後應該要過一段開心的日子 但這幾年我覺得 應該要是 你自己去學習一些 除了你本身TESTA的知識之外 你可以開發或發掘一些 你其他的長處 變成你的 career path 不僅僅可以局限到你的技術 或者到時你兩條 path 並排在一起走的時候 就會有更厲害的產品出來 我會這樣想 很感謝三位的分享 接下來就是我們Q&A的環節 大家現在都可以在Chatbox發問 我們之前也有在網上收集了 一些同學想知道或者比較關心的問題 首先第一題 有同學想知道 如果中學沒有讀過CAM 或者類似的科目 其實可不可以選擇TAC 三位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經驗 我中學的時候是沒有選擇CAM 而且我CAM的成績都不太好 雖然說出來有點羞恥 但是呢 去到讀RTC技術前 有個Fondation course 在那裡的時候 其實你都會知道大概 你的技術是要知道些什麼 也不會說真的非常科目的 但會有一點點 對於我這個科目的 比較不是特別好的人來說 其實也未至於很難處理到 當然有些情況 可能要自己看書 問其他同學 或者問其他老師 但是也明白的 因為大家都很好 會很內心的解釋給你聽 甚至我當年 有時候是直接 可能沒有預約 就直接走進教授的房間 直接敲門 就直接坐下 然後就開始問問題 他們都很好 答案問題 也幫助了很多 所以就算我覺得 可能你生日很差 或者沒有這個底 其實也不太困難 我中學的時候 其實也是讀文科 沒有讀過攝影師 我進來之後 有些人都會覺得 讀攝影師會不會很有優勢 可能在某些項目 例如Colorations 那些 可能它會掌握得比較好 但是其實出現出來 可能有讀攝影師和沒有讀攝影師 他們讀出來結果的成績 其實差別也不大 因為它雖然說 讀攝影師可以容易掌握 但是其實如果你沒有讀 其實學校的學士 會解釋一些攝影師的理論 讓你聽 然後令到沒有讀攝影師 也會明白一些概念 所以其實不需要那麼擔心 剛才我也說過 我DSE有收攝影師 但有讀和讀得厲害 是兩回事 所以就算你沒有讀攝影師 也不要緊 因為讀了攝影師 也不代表他很厲害 但剛才正如Carmen所說 正如如Carmen所說 你讀技術 沒錯 有些學術的東西 你會懂得懂 但其實真的不太大 所以也是那句 你努力點 嘗試去理解它 也是一樣的 但如果你有攝影師 當然理解那一刻 可能會快些 但如果你沒有讀攝影師 其實也可以 還有兩位剛才提到 我也同意 ITC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老師很好 即是你不明白的東西 你去問 老師很用心幫你解答 所以你進來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明白 或者你不敢問 即是你問同學沒錯 是對的 但同學未代表是100%對的 但你問老師 一定會對的 而且老師真的很用心去解答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也是其中一個 令我在這裡讀 那四年來說很愉快 另外有同學問到 其實畢業後的出路 會不會很窄 會不會只可以回內地的廠工作 三位會不會都可以說 你覺得畢業後的出路是怎樣的 我覺得其實內地的機會 的確是比較多 始終廠那邊可能會比較多 但是否只有內地 我覺得不是 隨著現在時代的轉變 其實周圍 可能全世界的所有地方 都有這個機會 我自己就不是在內地工作 我是在做Fabric Sourcing 其實不是很技術的 是比較偏向技術中間 是技術中間 我的職位主要是 幫設計師 他們可能設計了衣服 然後他們用一塊布 去完成設計 我的職責就是 幫他們找一塊布 但是 讀了技術的好處就是 我不需要像以前的人一樣 需要花十年、二十年在廠 有一個Fabric Experience 才可以去做Fabric Sourcing的工作 我的起步點 可能會比以前的年代 高一點 當然經驗都很重要 但是 在現在這個時代 真的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花十年 出來在廠工作 我的職責就 不是一個Messenger 不是說設計師想要一塊布 我就找一塊布 給他 我要跟他說這塊布 做不到 這塊布可以做到 我會知道有一個限制 所以 逐一踢是相對地重要的 另外 你問是否只有QC 也不是 還有很多 可能是在測試方面 或者是產品開設計師 其實很多都需要用到 跟Fabric相關的知識 你怎麼看 我身邊有些同學 技術畢業 其實不單是回大陸工作 正如剛才有些同學 去了做產品開設計師 有些人也有做商品 也有些人去做設計師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這些不關於技術的技術 其實我們ITC的科 除了讀科技術 也有讀科技術 也有讀科技術 因為我們有時候要讀科技術 選科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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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客戶的技術 其實當初我們已經涉獻了 其他科技術 其他行業的技術 這件事令我們出來 其實不單是裝備在技術方面 也裝備在設計師 設計方面 我有幾年外出工作 也有明白到大陸的廠 是否說我們不完業後 要出大陸的廠 但其實老實說 現在大陸的廠很少 大陸的廠會移去泰國、柬埔寨 而你選擇這條路 有些人會更加… 你可能對大陸很抗拒 但有機會去泰國或柬埔寨 你會否真的這麼抗拒呢 另一條路 如果你想來香港 以前的老師也有提及過 就是做學習 或者是商業 我以前在研究時 我有做過商業 但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很悶 我不是想說些什麼 但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不是很喜歡每天在做同一件事 我才明白這份工作是有意思的 但如果真的做讀技術 你又想研發一些新的東西 去幫助別人 或者對這個世界有貢獻 你可以嘗試讀研究 繼續做這條路 這條路有幾個好處 首先就是 你讀到這麼高之後 有些同事 他們這樣讀 PhD 他們有些是為了移民的 因為你外國的人 吸入專才 所以你就可以移民過去了 但另一件事就是 你讀到這麼高 你要考慮一下 你是不是想教書 你想自己學習到的知識 去教育下一代 我覺得主要是這樣 讀研究科學 就像剛才Jeff也說 Elective來說 可以選擇其他不同的科 所以你不只是局限於研究科學 你也可以在這四年裡 探索其他的特別性 對你將來來說是有用的 多一條路選 現在同學也想問問三位 其實當初選擇Specialism時 是考慮興趣多些 或是將來的出路多些 我最初是考慮興趣的 我覺得無可否認 你考慮出路的話 其實將來的人生 應該會快樂一點 但我當年還未想到 自己想做些甚麼 不是那種我一定要做 沒有一種工種或某種產業 我有一個很明顯的夢想 我不是那種人 我是不知道自己想做甚麼 所以當時我在想 我又對科技有少許興趣 又對藝術也有少許興趣 我當年是讀藝術和科學 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我在想 最適合我兩個興趣的科目 大概是ITC的技術 所以我是跟興趣選擇的 我自己覺得將來 你做甚麼都沒有人知道 我們看新聞 也看到很多會計師 出來駕駛巴士 我不是覺得他們有甚麼問題 這是一個很宏大的夢想 但將來的路 真的不會有人知道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暫時 還未想到自己想做甚麼 你沒有一個夢想 或是一定要人 進入某種工種 如果你是可以跟 不妨考慮一下 跟你的興趣 始終知識的東西 你學到是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 將來總有一天會用到 我是這麼想的 我當初就是以興趣先 當初我剛才說了 因為我覺得技術很有趣 就是ITC 為什麼我會覺得有趣呢 因為我覺得技術涉的東西 都挺多 學到的東西都挺多 即不會很單一 我設計只是學習模式 畫畫 但技術可能是 我由物料、模式也有學 甚至是加工製作 我也有學 我覺得學習的東西會有很多 甚至是涉獵得比廣 所以我當初就奸興趣 選了ITC 有否說沒有想過前路呢 的確上也有 我自己有衷觀過其他前路 我覺得技術可以做的功術 比其他專業者比較多 所以最後我就選了技術 我自己就這樣提 我也同意兩位這樣說 我自己會覺得選科 第一 興趣一定很重要 然後就是自己的能力 如果你很有興趣 但你覺得自己沒有能力 可以處理的話 其實也比較吃力 讀某一課也是 另外就是 如果是將來的 你進來讀第一年 和四年後學生 其實你很難預計到 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這不是你操控的 所以我也同意 你有興趣 或者你有能力的話 你想讀就選這課 你的課是 也挺穩穩的 因為中間你不僅 只能發掘到更多其他東西 我們現在也看到 檢查網站有些問題 有條問題就是問 如果是學生的學生 會優先考慮讀什麼科學生 或是學生 會優先考慮讀什麼科學生 或者我們請我們 我們請我們的 導演主導人 或是導演主導人去答 Iris 我聽到 聽到 那幾位教導人 見不到 因為我張網順順順順 那我回答大家 那 専一葉會考慮什麼學生 那 其實 技術科學的同學 首先 整個 BA 的 程度 很廣闊 差不多 你任何背景都可以 但専一葉會看 你原先入讀的 你的高級或是高級 或是高級 跟我們想在 一年二年會 提供同學的 或者是你進來時已經分了科目 你要讀技術的 如果你的背景是高一點 例如在沙拉園相關的 你要讀的科目就會比較少 因為貨幣交換會比較多 甚至讀市場 因為ITC是SCHEM-based 因為避免比較寬 如果你的relevance低一點 要讀技術的科目會比較多 例如讀的信息數目 由63至75 可能會比較多 但其實看過 大家都可以管理得到 技術的科目沒有特別 BF4會考慮 剛才我提到 甚至乎你在Azo degree 讀Business 如果你的DSE 你都會有DSE 其實我們都會考慮 這樣吧 我應該就能達到 而且我也有一點點 提到剛才的溫工 因為這是一個關鍵 其實教育了這麼多年 我真的覺得 技術的同學 是有很大的優勢 比如我們Industry scholarship 很多的贊助 是一定給技術的同學 是給技術的同學 如果你去交易 有些贊助 都一定要選技術的同學 因為原因一個 就是技術 在這麼多年 對技術的影響很大 同學 剛才有提到 其實技術的出路 其實技術的出路 真的很廣闊 因為我們是一個 護膚基礎 如果你是對DSE 有興趣 你可以取得 所有的意義 接近FollowDSE 如果你是對Business 有興趣 你所有的意義 接近FollowBusiness 其實你出到來 你在技術的項目 任何其他項目 是你讀不到的 這就是你的優勢 還有就是 我自己的畢業生 可能我的學生是技術 其實他可以做DESIGNER 可以做BUYER 當然 剛才我們幾位三位嘉賓 他們是比較疼 可能是製造的 製造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出路上 其實因為現在的廠 已經在世界各地 在東南亞 而香港的學生畢業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你的language 你的flexibility 你的passport 可以四櫃 其實這個是香港學生的 一個最大的優點 就是 無論你relocate 可能是印尼 或者什麼 你出逛 這是一個非常之方便 而這個也是industry 為什麼這麼多外國的公司 你說梳醒 如果我們做BIGER 的話 其實他必須要香港做一個 Fashion Hub 在中間 有一個superconnector 因為就是我們 因為是一個 你的international exposure 夠 你也是比較flexible 你可以有各方面的 basic knowledge 你去pick up很多的東西 會發揮很多 我剛才看到Carmen說 你不用在Frederick旅行 我集了十幾年 你才可以回答到 一些我買家或設計師想要的 這個就是你的優點 我其實還有一個 我後面有一些問題 我可能很快地回答一回答 有一條問題 是Tag 是否同樣都會有 Claw和browseware的過程 其實你可以說 其實Claw和browseware 剛才IA 都很多 因為現在很多公司 是現民 其實主要去學這幾個軟件 是我們全新的program 是Digital Faction 不過如果同學生 都沒有機會 我們會有部分的quotas 是給我們的BA program的同學 去rank 當然如果你想訓練 所有的功能 其實可能Digital Program 就會訓練 在這方面會多一點 另外就是問問 DSE舞蹈Arc 如果握底很差 DSE舞蹈Arc 會不會很辛苦 其實剛才那三位教育 我覺得都 ITC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沒有讀過science 你進來都不會死的 絕對是夾來做的 因為我們這麼多年的同學 因為我們都是一個BA program 好知道大家的背景 就是中學生 寧可樂的背景很寬 其實我們的老師 是遷就到同學 即是補回一些 可能你中學不是science 你中學好多 其實我們都是由零開始 來訓練同學 最重要的同學 其實我覺得任何的事情 其實是真的 你要develop 你的興趣 以及你真的要用心 我們每一個老師 其實是去recognize 同學的improvement 你由零開始 你慢慢學了之後 在這個波雷頭的進步 我們已經是 不要想到DSC 因為我的功課做得不好 然後你就失敗 其實讀大學是很不一樣的 我相信我們的老師 都是很appreciate同學 在每一波雷頭 他們有不同的starting point 他們付出的努力 我們都是看得到的 而且所有的training 都是由零開始來訓練 所以不會你讀arts很辛苦 反而反過來 我沒有讀arts 我就死都不讀了 這東西的心態 你就要改變了 如果你的心態改變 你去付出努力 我相信你一定會有回報 還有另一條問題 我才會再介紹一下 再介紹一下 在入學前 開始選擇specialism 這個應該是 在入學前 就開始選擇specialism 如果我想讀時裝技巧 年一 就不用讀其他specialism 不是的 如果我們DSC的同學 年一年半 叫做Foundation Year 所有同學 無論你是DESIGN TAC 你不喜歡TAC 你不喜歡CAM 你都要了解 但這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DESIGN 是一個好的DESIGN 技巧不強 其實你只會畫 其實是不好的 技巧強 其實你做到的DESIGN 跟別人好不一樣 所以在一年 大家選擇 是不能選擇的 所以你三個area Business 技巧和DESIGN 你都會掌握到 十隻手指有長短 可能我覺得 我不懂畫畫 我覺得很痛苦 但剛才說 你心態變 你會盡力去做 我相信 但剛才Carmen也說 她沒有讀science 她現在讀技巧 讀得很好 所以其實 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當然有些同學 不懂得讀business的 subject 因為沒有model answer Science的 subject很好 就是這樣就這樣 有model answer 其實你容易掌握很多 即是我們這些 first class owner 最多一定是 但是 business 可能都是有些同學 不懂得掌握 但是當你出來做事的時候 每一方面的知識 你都要了解 都要知道 所以year 1 就讓大家 可以是一個 overall foundation 讓他了解完 之後 你才去選擇 你去專注在哪裏 那year 3 year 2 我應該大部份的問題都答 不過我今天很想介紹一位教授 就是我們線上的Ayo Ayo 她的背景很特別 因為Ayo 她是我們自己的學生 在這裡讀了PhD 甚至今年加入了ITC的大家庭 她教我們技術的 subject 或者我叫Ayo 開咪來 去介紹一下你自己 為何你會選擇ITC 為何你會用技術 好嗎 HELLO HELLO CASY 可以聽到我聽嗎 好 大家好 我叫Yoyo 首先介紹一下 我是10年入到ITC 之後就讀了PhD 全部都是技術科技 讀了PhD 做了Postdoc 現在就在ITC做Researcher System Protector 讀書、工作 全部都在ITC入面 那我就 Demcraft之前 讀Taptal 讀Fashion Technology 首先就是 因為是家人 來年間 但有時候都是看到衣服的 我看到衣服是怎樣的 所以我對這個Taptal 這個衣服 是我的興趣 然後就看回整個阿高 就是整個全世界 就是Polio IDC 應該是最利益的大學一個科目 所以那時候就選了IDC 沒有其他文化 就是IDC 之後呢 入到IDC 之後第一年 因為我們是有一個Firmation Year 所以還沒有選擇科 我們就全部都讀了 設計也有做 技術科技 也有 商業、商業、商業 也有讀過 到第二年 我記得第二年 就有了這個 減科的機會 那時候呢 我們聽到很多CNC 給我們的意見 就是 技術科技是一個 比較寬一點的 特別的 當你自己沒有想清楚 我一定要讀 設計 一定要讀 merchandise 一定要讀 marketing 那時候呢 其實就可以上次下 教授技術科 因為技術科技 就是剛才嘉賓所說的 我們清晰也有 同學 技術科技 這個特別的 它遮蓄了 我的area 比較寬一點 其實 我自己的理解 我覺得 Tenology 有三個方面 首先 它是 Material 就是要學 Fibre 去到 CNC 那些 關於材料的 東西 之後 也要讀 衣服 是怎樣做出來的 也要學到很多 關於做衣服的 Tenology 它有做什麼呢 比較高 因為我們現在 說到 Fibre 這件事 其實是一件衣服 穿在衣服上 我們也有機會 想加上 功能的 例如 想要去 控菌 超級 浮水 或者想加些 電的東西 令到這件衣服 有很多功能 在技術科技 這個特別的 有機會 學到整個 整個 Tenology 每一個 都要拍的東西 學完整個 程式之後 你才可以 轉回去 Fibre 在這個角色 你覺得哪個 地方是最有興趣的 你繼續 專注 做 所以當時 我自己 還未非常之 想要選擇 所以就選擇 Tenology 在這四年的 讀書中 慢慢慢慢 接觸每一個 地方 我發現自己的 興趣 在其他地方拍 之後 我讀了Phib 我讀了Phib 我讀書的過程 就是這樣 YuYu 我想問一下 你因為 技術科技 因為技術科技 你也進入了 Exchange 那你去哪個 Sorry 聽一聽 Technology 你進入了Exchange 你去哪個 大學 哦 所以那天 我去了Extran 去了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英國 好 就 就是 因為我覺得 Technology的同學 其中一個優勢 就是因為 我們的 Ranking Technology 完全高 所以大部分 例如 You are Manchester 我們 其實他也是 推薦 我們 Technology 的同學 去做Extran 這個是另外一個 我們想 走賴 是 是 我記得當時選擇 有很多 但我可以選擇 台灣 南英國 英國 瑞典 他們也有 是 Iris 我沒有什麼問題 好 我給你 好 好 謝謝Tracy 剛才這麼詳細 回答了我們的問題 以及 謝謝Yoyo的分享 相信同學 都更加理解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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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其他問題 我們今天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很感謝三位 ITC的救生 抽時間 回來和我們分享 最後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歡迎大家 在 chat box 留下問題 以及你們的聯絡方法 我們之後 都會逐一解答 你們的問題 現在 大家都可以掃描 畫面上的 QR Code 去訂閱 接下來的Zoom Talk 下個星期六 我們將會有 另一個Specialism 是Retail & Marketing 的Zoom Talk 還有 12點 都會有一個 ITC新program的Talk 就是Digital Fashion 有興趣的同學 記得去訂閱 還有 大家記得 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Facebook 以及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去了解更多 關於ITC的最新資訊 我們就下個星期六 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